嗨,大家好,我是Tina讲 今天是数码博主 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使用notion 制作一份可理的年纪化的 并顺便来给大家解答我的notion 视频中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很感谢大家踊跃的在我的notion 模板和视频评论里留言鼓励 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最实用的视频 一直是我做视频的初心 希望大家都能在我的视频中有所收获 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在我的notion视频中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我的模板是如何使用 各个项目是如何关联的 那今天就带大家用notion制定一份合理的年度计划 那以上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大家只要拿出notion来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 就能理解了 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建立notion模板的思路 那主要就是分为计划、复盘和记录 今天讲解的年计划的制定就是关于计划这一部分的 从上往下分为了愿景、年度目标、目标结果、任务和每日的计划 首先是关于yearly、愿景 那主要就是写新一年的愿望和关键词 我这里写的愿望有的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实现的 但我也会把对自己的理想状态都写下来 想想一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 也可以找一些相关的图片 在我的2022年Bridge General Setup里有一个愿景版 就是找一些关于今年目标的图片 那同样的图片我也会放在这里边 然后就定下今年的关键词 接下来就是GOS年度目标 因为愿景写完大致的方向就有了 就来写今年的年度目标了 在写这一项的时候呢 我的做法是先找一张空白的纸 把今年想做的事情通通都写下来 也不会去考虑是否现实 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的 然后呢进行分类 比如哪一些是关于工作 哪些是关于生活 关于学习还是家庭等等等等 我在选择的时候呢 也会在脑中幻想 这个目标实现后 内心是否是很开心很满足的 如果是的话呢 就写下来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检验这个目标 是否是外界强加于自己身上的 还是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 因为呢往往像这种受外界影响的目标 是很难实现的 那通过筛选 再从每个分类中选择出最重要的一项到两项 这样呢好几个分类加起来呢 就有四五个目标了 那目标有了 接下来呢就把目标具体化 把目标具体化呢 就要用到outcomes成果 我觉得这一项呢是最重要的 是目标到底是否能够达到的关键问题 所谓的成果呢就是衡量达到目标的标准是什么 比如我说我今年要减肥 要减到自己的理想体重 那到底呢是减多少斤 或者是体脂率是达到多少 在写的时候呢 我一般也会给自己一点点的余量 比如是减到55到52之间 就算达到目标这样的 最后呢就是把目标细化成一个个的小任务 task 那融入到今年想做的100件事中 然后分配到每个月中就成为了月计划了 那今年想做的100件事呢 除了关于目标的任务等呢 也会写非常多的小事 比如想去哪里玩 见什么人 看什么书等等 那接下来呢就来带大家一步一步去制作这个年度目标 首先呢我们新建一个 那这里呢给大家举例就举2023年吧 建立的日期呢 这个呢是自动的 接下来这个tags呢就是关键词 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关键词 比如我想是健康还有好好工作 那也可以直接填写 赚钱 在这里写上呢就会直接显示出来 这个主题呢 可以写今年最想对自己说的话 那后面这两项呢你可以先控制 那我们接下来填写的内容呢 它一会儿会直接反映在这里边 接下来呢来添加关于今年的一个相关的图片 这里呢选择一个添加图片 嗯这里呢你可以直接从网上找 拷贝链接到这个里边就可以直接显示 或者是呢在图库里直接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也会出来相关的图片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封面 也是可以关于今年的一个愿景版 我就随便选一个图片 那选择之后呢 然后在这里呢就会显示那一张图片 新建一个 那这里呢我一般都会选择这个表格 在这里输入2023目标 建立 建立之后呢它会把我们以前写的所有的目标都显示在这里 那可以先不用管 接下来呢就来输入今年的目标 比如我今年的目标是好好工作 赚钱 还有保持身体健康 可以 然后呢填写这个目标的类型 填写完之后呢最关键呢是要填写 这个在year年份这一栏呢 在这里呢填写我们刚才填写的这个2023 同样的道理 填写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新建的这个页面呢是想只显示2023年的嘛 所以我们进行一个筛选 新建一个筛选组 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年份的筛选 我们选择只显示今年的就是2023年 这样呢它就会只显示2023年的 那我刚才显示的2022年和2021年也是同样的道理 进行一个筛选它就会只显示当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 建立年度目标的时候呢 这里呢还有一个目标设定模板 就是关于这个目标 模板反应的特别慢 在建立年度目标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想一下我为什么做这件事 我要做什么样子 我应该有哪些具体的缠出 然后还有我需要用什么手段 具体做什么事情等等 你在填写这个表格的时候呢 接下来要填写的缠出成果和任务呢 就都有了 那这个呢跟刚才的制作方法是一样的 新建一个2023 然后呢填写具体的缠出成果 我的做法一般是先把这个目标填写上 就是我们刚才新建的目标 我好好工作赚钱 那如何去衡量这个目标呢 就是我要看专业书籍 专业书籍五本 那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年份这一栏里呢 也一定要输入我们刚才输入 最先建立的2023年那个页面 那有时候一个目标的衡量任务 不是只有一个 比如我想除了看专业书籍 我还要需考考商务英语 这都是举例哦 商务英语 那它也是属于这个目标里 2023年 然后呢也是同样的进行一个筛选 选择年份 2023 这样呢就会只显示2023年的 那回到我们刚刚建立的年度目标 那个页面里呢 那我们刚才填的这个陈出成果 也就是看专业书籍五本 还有这个考商务英语也就也会对应的显示在这里面 这样呢我们就是在看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首先呢先找到这个产出成果这一栏 先把刚才我们写的需要产出的成果放在这里 比如我写的是看专业书籍五本 那这里呢具体的任务呢就是我需要看什么书籍了 看书籍 哦 某某某 然后再看书籍 叉叉叉 这个具体的任务呢就是对应的我们的产出的成果 是这个 然后呢我们想放到哪一个月 比如一月 看一本 二月看一本 这样 它的分类是属于什么 那填写完之后呢再回到刚才的月份中之后呢 就会看到在一月份里就有刚才的填写的具体的任务 二月份也有 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每个月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那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任务我们并不知道具体 就是想某个月去到底是哪个月去做 就可以先放先布填 然后统一放在这里 然后你觉得哪一个月份 比较空闲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拖到对应的月份中就可以了 这样呢再回到刚才的产出成果一栏里 就会看到我们写的具体的任务了 那打开我们最初建立的愿景板里 就会看到它都会自动的反映到这个页面中 就是年度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需要产出的成果是什么 这样呢一个基本的年度目标就制定完了 不知道大家都听懂了吗 那接下来呢就来解答Notion视频中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些小的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如何复制模板 那首先呢打开我给大家的链接 点击最右上角的复制就可以了 复制模板的话大家用电脑会更加方便一点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封面的动图是如何找的 如何放置上去的 那动图呢是我在搜索图片的时候呢 会加一个后缀 加F 那这样呢就可以搜到动图了 第三个问题是我这个模板的字体是如何做的 那其实呢Notion呢是可以更改字体的 在右上角的这儿呢有三个点 点击一下呢就有一个风格 在这里呢就有三种字体可以选择 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呢有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下期视频我将会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用我的模板进行日复盘 周复盘和月复盘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